想要先問一下 因為這一季難度又更加提升 所以讓觀眾們看得非常過癮 又變成了移動廚房 你們覺得哪一個場所 最讓你們難忘呢 我覺得 實至名歸 志在必得 勢在必得 水盪船高 勝券在握 嗨 營業周 總之就是很希望拿獎 你只要答錯我的問題 你都沒有回答到 你都沒有回表現得很好 你有嚇到嗎 有一點 沒關係 你可以再問我名字問題 好啦 就是想說 你們移動到這麼多的場所 哪一個地方最讓你們印象深刻 我覺得 實至名歸 志在必得 水盪船高 勝券在握 嗨 營業周 嗨 營業周 沒錯 這個就是 實境節目 帶給我們最大最大的應變能力 在考驗我是不是 現在踏上紅潭的 就是以嗨營業周 入圍了 一致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的 姚元昊 郭洪志 莎莎 張力 都還有 浩子 都來到現場啦 節目第三季更是把任務的難度 升級為移動營業 考驗主持人們的靈活性 以及應變能力 究竟他們能不能拿下今晚的金鐘殊榮呢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囉 歡迎你們 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們 今晚我們星光營業中啦 歡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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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營業中的主持人們 歡迎 歡迎 姚元昊 歡迎 張力東 歡迎 莎莎 歡迎 浩子 還有郭哥 太帥了吧 今天五位一人一色耶 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邊呢 想要先請你們 跟我們現場所有的粉絲 可以我們大力的掌聲加尖叫一下好不好 嗨 所有朋友們 大家好 營業中 嗨 營業中 嗚 OK 耶 他們真的是你們的大粉絲耶 好厲害 好厲害 因為呢 得知入圍之前 你們開了一個直播對不對 當時呢 你們是有特別交代你們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記得 有大頭帶大頭 然後一定要帶這個應援版 他們真的都到現場來支持你們了 想要先問一下 因為這一季 難度又更加提升 所以讓觀眾們看得非常過癮 又變成了移動廚房 你們覺得哪一個場所 最讓你們難忘呢 我覺得 實至名歸 志在必得 哦 勢在必得 水盪船高 勝券在握 嗨 營業中 哦 總之就是很希望拿搶了 你這就是我的回憶 移動廚回答到 移動廚回表現得很好 你有嚇到嗎 呃 有一點 沒關係 你可以再問我們一次問題 好啦 就是想說 你們移動到這麼多的場所 哪一個地方 最讓你們印象深刻 哦 我覺得 實至名歸 好厲害 志在必得 水盪船高 勝券在握 嗨 營業中 嗨 營業中 OK 沒錯 這個就是 實境節目帶給我們 最大最大的應變能力 在考驗我是不是 沒問題 還有問題要問嗎 嗯 是還有啦 是還有一個問題 那還是問一下 莎莎 我相信 希望你可以救助我一下 這邊想要問 就是因為 元昊哥跟郭哥一言不合 就會吵架 你們這時候會勸架嗎 還是就會 從旁邊這樣看笑 我覺得走過去 實至名歸 會被罵 我會走過去他們兩個中間說 嗨 營業中 這樣還要笑一個哦 還是拉回主題的意思啦 對 總之希望 你們 我們再一次 好 總之希望今晚 你們都可以順利拿獎囉 謝謝